韓國議員 我想這個核四其實是一個再建工程 事實上它本來就在新建 而且現在比如說核一廠 核四廠的一號機已經完成95.6 那二號機是91.4 所以基本上工程大部分都已經完工 現在主要是在做試運轉前的測試 以及營運輔導事件之後的一些 所以已經沒有新建的問題 現在廣義的新建其實是在測試 主要是在系統的測試 以及一些安全設備的補強 那我想現階段政府的立場 就是朝向公投 沒有錯嘛 既定的方向是如此 那在這短短的時間 這個半年左右的時間 如果去說服說明相關政府的立場 讓民眾能夠支持政府的政策方向 經濟部我想是責無旁貸 部長你請先說明 是基本上我們經濟部的態度是不管將來我們會不會把這個 比如說這個核四能夠安全運轉 或者是說繼續使用 那麼我們都希望是說既然這個是一個國家的一個重大建設 而且經過行政院立法院通過的預算 我們當然是要把所有做的工作要把它做好 至於做好了之後 如果我們最後的選擇是不使用 那麼當然我們就不運轉 那最後的選擇現在是準備是用公投的方式 來來來來來做一個最後的決定 所以接受民意最後的決定嘛 沒有錯嘛 但是呢在這過程當中啦 如何能夠透過資訊公開透明 專業相關的判斷 讓民眾能夠清楚去了解 那投下那神聖的一票 來支持政府未來永續 永續的一個發展 不管是有核電也好 沒有核電也好 我想這是 這個是一個非常民主的一方式 但是在過程當中啦 經濟部要用盡你們所有所有的力量啊 去做說明 專業去呈現 但這個區塊我覺得在目前為止啦 不管是這個經濟部也好 政府單位也好 其實對這個區塊都非常的薄弱 當然你也可以說還沒有開始 但是還沒有開始 現階段所有民眾的刻板印象 不管是 你去強調說成本會增加 電價會調漲 其實民眾六七成的還是 反對核事的興建 我想這是一個目前是主流的趨勢 這區的資訊都不是很完整 也不是很充分 所以民眾 對於一個輔導事件之後啊 對於核電廠的一個恐慌形成 所以對於這個核電啊 尤其是核式啊 有特別的一個 比如說一個反對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理解 但是 基本上啊 我們也了解這個反核 或者不願意用核能 這個全世界都有啊 最近很多國外的貿易貿易代表來的時候 我也都跟他討論跟他請教這些問題 所以如何讓各國自己的民眾去考量自己國內的能源的情況 然後再考量是不是你的核能的或者核電的政策如何去訂定啊 這個是我們未來的要需要非常需要努力的 而且我們現在政府的政策就是將來要逐步要減核 甚至到最後廢核 所以我們是不可能永遠依賴核電或者核能 那這個整個這個過程呢 我們就必須要加速去呃 規劃考量其他的替代能源啊 但是這裡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也是我們需要在這段時間讓民眾了解的 就是有關於再生能源替代能源 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全世界的發展是什麼情形 未來我們能不能啊 或者能夠用多少再生能源 這些都是需要民眾能夠了解的啊 當然民眾了解之後就會在一個價值的選擇上啊 他他做他最好的選擇 部長我想沒有能力處理核廢料啊 就沒有條件永和啦 我想這基本的條件啊 好但是現階段從你所有的專業報告裡面 不管所有所有低低階的高階的 其實台灣目前的處理模式基本上都有它的風險 也都沒有能力去處理啊 好我想請教部長 如果以現在台灣的模式啦 好去處理低階好高階好的模式 真的國際間所有永和的國家 他們處理的模式 我們台灣目前處理的方式是不是符合國際標準 技術部分是完全我們是 依照國際的標準來做 所以今天 全世界有四百多座 核電的機組 都有核廢料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很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基本上 每一個國家都有這個很多這個 包括技術的開發 以及相關的工作的在推動 那麼唯獨有一個我們 國內比較特別困難的就是有關於地址 廠址的選擇 跟民眾的溝通 因為我們都希望 真正選到一個適當的地點 然後民眾也能夠接受 所以現在有一個公投的程序 那至於 最後廠址的選擇 如果選定了以後 技術部分如何在台灣建一個 比如說符合國際安全標準的 最終的處置廠 我相信這個我們絕對是 可以 以這個國際的標準來做 這個部長 江院長有承諾反核團體 然後第一點就是 藍雨不會成為永遠的這個儲存地 核廢料的儲存地 那這個承諾應該是存在的 沒有錯 那你目前 目前 努力的方向在哪裡 藍雨就是低階的這部核廢料的處理 那麼事實上它也不適合 作為永久的儲存的地點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選擇條例 通過之後按照它的期程 比如說原來定的期程 就是通過條例之後 五年要選擇 然後三年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然後另外五年要做工程的建設 所以有一個期程 現在因為原來選的 其實這個過程 原來還有選其他的地方 後來選了兩個地方 在溝通的時候 目前兩個地方都還沒有同意進行公投 所以 但是我們按照選擇條例 必須要完成這個程序 所以現在還在這個溝通的階段 停滯的階段 比如說溝通的階段 我想溝通到最後的階段 也還要繼續 絕對是不可行 你包括像 金門的烏丘台中的達人 基本上 我們 反對嘛 反反嘛 即使你投入了再多的成本 去溝通 去宣導 到最後我想 以現階段的整體名義 整體的趨勢 你要讓當地民眾接受 我想難度絕對是 非常高 應該說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經驗你沒有辦法去處理 境外 又沒有這種條件 那現在到底要放在哪裡呢 現在我們還沒有答案 但是 沒有答案 要幾年時間有答案 事實上 我們也不認為這個 絕對不可行 因為我們選的都是 比較符合 比如說地址的條件 人口的條件 居住的條件 換句話說 我們希望說 找一個 對民眾影響最少的地方 又符合安全的標準的地方 部長 你沒有聽我所講的 這個不是說 人民不去管 這個地質問題 條件問題啦 我想民眾現在 對他的影響 基本上 對這個區塊 他們 我當然了解 我們選的地方 是不在意 他們只在意 安不安全嘛 對 有沒有風險嘛 對 我想這種認知是比較 比較深厚的 所以這部分也是需要 為什麼 我說現在主流民意七層 是反對核式興建嘛 即使你 強調這個人員要 要調整 限電問題 他們還有六成多 是支持 是反對核式興建的 我想這是一個主流態勢啦 所以我說 如果即使你境內要處理 你選 選擇你再多的地方 去跟居民溝通 我難度都非常高 你要強調地質安全 條件符合 老實講 現階段 做不到啦 絕對做不到啦 絕對做不到啦 所以你現在只有拖自覺 拖自覺啦 我覺得應該也不是啦 第一階的處理不好 你不要說高階的啦 第一階民眾就沒辦法接受 不要說高階啦 那境外啦 境外 我們有沒有目標 目前並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方向 有可能的方向 之前有談過 這個可能方向當然是有 永遠會有 但是呢 我們必須要評估 評估 可能的這個可行性 因為你境外的話 牽涉到兩國之間的一些 很多更複雜的因素 除了技術的問題之外 除了成本的因素之外 所以目前有方向 但不方便透露 是不是 這個永遠是一個選項 永遠是一個選項 一定會是一個選項 部長再請教 何氏如果這個這個 停建了 會不會衝擊台美關係 我從來沒有這樣 聽過這樣說法 沒有這樣的說法 有一次好像有一個 媒體有報導這樣 但是我從來沒有 聽過這樣一個說法 沒有這樣的說法 那事實上會不會有 我認為這個這個可能聯想 聯想得太遠了一點吧 因為基本上這個只是一個 商業的行為只是少數的 一部分的一個 所謂購置的 或者是一個貿易的關係 而已 這個這個影響的層面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限 非常少 非常有限是不是 因為這個媒體報導 也非常充分的資料顯示了 這個可能是 不曉得什麼人 他個人的意識 會造成某種程度的衝擊 那或許 我倒不就要認爲 我倒不就要認爲 事實是這樣 但是這個區塊 未來我說公投的結果 民眾的決定 不管是後續的相關的影響 都應該要去做克服 即使有 我們都要去面對 因為是人民決定的嘛 對 沒有錯 我們會尊重人民的決定 好 謝謝部長 謝謝